当地时间4月24日上午,威尔是王妃一个人出访,没有老公威廉的陪伴,她也不精心打扮了,只穿了一身简约服装,脚踩一双平底鞋就出门,不少网友都说这也太简单了,根本不像是未来的王后,就像林家的阿姨似的,就差跨一个大包就变成买菜大妈了。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我们接着往下看,凯特王妃难得穿平底鞋,着装也低调,好平易近人。 就在昨天,凯特王妃抵达了距离她的住处阿德莱德小屋不远的一处婴儿福利机构,帮忙整理婴儿衣物,以便让需要的人更快地领到,她做工艺一改往日风格,穿着米色西服,下身配小黑裤,一身五五分黑白配亮相,未来王后太低调了。 王楚飞是一个人做工艺,她下车后伸出手与慈善机构的负责人握手,毫无架子,只见凯特当日打扮低调,没有选择连衣裙,而是穿西服内搭白色打底衫,用精致项链点缀,耳坠也很简单,这打扮就像职业白领上班似的,也好似邻家阿姨一样平易近人。 小黑裤是九分款,和上身白色西服穿出五五分,脚踩一双平底鞋,一身简简单单的打扮舒适又经典,相信这身打扮很常见,不少上班的女性都这么穿过,穿平底鞋的也会不少,其实王楚飞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她也不可能一直端着,那样会很累,还是做真实的自己比较好。 凯特王妃不穿高跟鞋换平底鞋,只要威廉在身边照样打扮的光彩照人。平底鞋上脚舒适,也不会崴脚,虽然不能提升气质,但是是女生鞋柜里不少了的一块鞋子。 凯特王妃出访并不是都穿高跟鞋,毕竟有些地方根本不适合,只能选择平底鞋,不过她高挑的个头可以轻松驾驭,白色平底鞋可以与裙装摆搭。 凯特昔日出访,穿着蓝色印花裙美翻了,只是去的地方不适合穿高跟鞋,只见她穿着白色平底鞋走在有土的小路上,戴着墨镜依然美得光彩照人。 威廉也穿着一身蓝色,夫妻俩穿着情侣色好般配,拼色平底小皮鞋好有质感。 凯特穿着一件小白裙走在绿色的草地上,她与威廉去参加一项运动活动,也不适合穿肩头细根的皮鞋,这样搭反而美出另一番韵味。 威廉也没有穿皮鞋,一双蓝色的休闲鞋与蓝白配服装好搭呀。 凯特王妃新造型罕见低调了。 脚踩平底鞋穿出五五分,好似林家阿姨,她曾经拎着一个大包走在街头,脚踩一双平底鞋穿印花裙走得好稳当,看来平底鞋也有平底鞋的优势,不少女性不出镜的时候也穿平底鞋,没有优雅迷人气质,只要舒适就好。 凯特昔日穿高跟鞋出丑过,她走着走着鞋子掉了,不过她也并没有觉得不好意思,而是面对摄像头重新把鞋子穿上,内心强大重新面带微笑,处理得不拖泥带水,好妥当呀。 因此非必要穿高跟鞋的时候,未来王后就学聪明了,就会拿出备用的平底鞋。 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据英国《每日邮报》已突发新闻的标签报道了梅根,昨天以视频的方式为朋友的TED演讲开场的消息, 这还是因种族原因梅根拒绝参加《国王加冕》里这一连续系列新闻后,梅根马克尔首次公开现身。 视频中,梅根笑得很是欢快,而蔑视王室集军主制的她仍旧署名梅根,苏塞克斯公爵夫人,不肯挥一挥衣袖,放过这臣府的贵族头衔。 与此同时,邮报上也有关于梅根的王子丈夫哈里的最新消息,据悉哈里将在加冕典礼上坐在后石牌,位于其他王室高级成员之后,显得她很不重要,按说这是求人得人的结果。 摄影师米桑·哈里曼是哈里,梅根的朋友,此前在梅根怀孕期间曾为她拍照。 当地时间4月24日,哈里曼在社交媒体Instagram上发帖说,苏塞克斯公爵夫人很好心地为我介绍了我的TED演讲,梅格,朋友们对梅根的昵称,谢谢你的支持。 从哈里曼分享的照片可以看出,一场TED演讲中,台上的大屏幕正在播放梅根·马克尔的影像,视频中的她穿着一件前偶合色无袖上衣,一头直发中分,梅根脸上带着笑容,看起来很是开心。 最醒目的则是上面对梅根自己的文字介绍,梅根·苏塞克斯公爵夫人。 实际上,每一次梅根参加活动时都在使用这个英国王室的头衔。 梅根总是有办法让自己处于媒体的风口浪尖上,然后再去抱怨媒体。 近段时间,跟梅根相关的热门新闻是关于梅根究竟为什么不会出席5月6日查尔斯三世国王的加冕典礼。 英国媒体中对此事报道的顺序是这样的,先是白金汉宫与哈里,梅根的发言人宣布哈里王子将出席加冕里,梅根则会缺席,他将留在美国加州,陪伴阿奇王子和莉莉贝特公主。 梅根的朋友思考比替他们解释说,这是因为5月6日是阿奇的四岁生日。 而后,一位消息人士向每日电讯报透露,梅根决定不出席加冕里另有隐情,实质原因是两年前,他在接受了奥普拉温福瑞采访,并在节目中称王室有种族主义问题。 具体来说,有高级王室成员在阿奇出生前提到阿奇可能的肤色,后给查尔斯国王写了一封信,指出那位提到阿奇肤色的人究竟是谁,并重申王室中存在的种族主义及无意识偏见。 然而,查尔斯国王的回复未能令梅根满意,所以他决定不出席加冕典礼。 在接下来,4月23日,也就是威尔氏亲王加路一小王子5岁生日这一天,梅根哈里又通过思考比的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梅根活在当下,他不会去想两年前那封跟四年前对话有关的信件。 任何其他的暗示都是错误的,坦率的讲是荒谬可笑的。 我们敦促小报媒体和各种皇室记者停止他们自己制造的令人筋疲力尽的闹剧。 在接下来就是4月24日,梅根以视频方式出现在朋友的TED演讲中,笑竹颜开。 与此同时,前王室管家保罗布雷尔接受GB新闻的丹武顿采访时说,加冕礼上王室高级成员将坐在前面,而哈里王子将坐在后面石排。 这当然是一种在王室中重要性的象征,虽然对哈里来说本是求人得人,但敏感的他可能仍会感到不快。 之前就有报道指出,哈里梅根十分在意加冕礼上的坐次安排,在意他们会坐在哪儿,谁会坐在他们前面,谁又会坐在他们后面。 而他们过了截止日期才确认是否出席,加冕礼的原因之一,就是花了长时间和精力跟白金汉宫battle作次问题。 据英媒的消息,卡米拉的前夫安德鲁帕克·鲍尔斯将在前排中央观看前妻加冕。 尽管哈里王子前段时间在伦敦期间多次试图联系国王,讨论加冕一事的计划,但他的父亲只能与他安排一次谈话。 据称,哈里王子想念英国生活的某些方面,并且可能会开始在英国花更多时间。 消息人士说,哈里王子非常渴望回来参加加冕仪式,并与他的家人度过美好时光。 而从哈里本人的表述中也可以看出他态度的变化。 两年前,他与梅根告诉奥普拉,王室家庭中存在民族主义,而最近哈里将用词改成了无意识的偏见,这比种族主义指控要弱得多。 哈里说,当你存在无意识偏见时,你有机会从中学习和成长,这样他就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的一部分。 小编个人的观点是,梅根其实不应该对王室感到不满,因为实际上,如果不是英国王室,我们根本不会认识他。 梅根实际上是依靠英国王室才获得了今天的名气,财富与地位,成为了一个全球主目的公爵夫人,如果不是王室,她只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好莱坞女演员。 所以,梅根不应该对王室感到不满,实际上,她更加应该做的,反而是感恩,对王室捧红了她而感恩王室,感谢王室给予了她今天所拥有的一切。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